大家好,我是Stan 从上个月开始 就在自己的IG上传了很多张 Omega成员Sini的照片 一开始因为两个人是一样的高中出身 也是演艺圈的前后辈 所以很多网友们只是觉得 两个人的交情很好 但是在Tank上传了这张照片后 很多粉丝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太漂亮所以上传的 只有我有的Hunzini照片 Sini说在准备舞台的时候传送的照片 忘记是哪个舞台了 Tank是在2021年2月19号上传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其实是在2020年5月2号 Sini为了粉丝们上传到管咖的照片 好可怕的妄想症 然后就在昨天 Tank发表了一首叫做《苏你的抵死》歌曲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歌的部分歌词 有男朋友去爱上别的男生的女生 几百万的包包也会疯狂的接受 在节目里只能当个屏风 虽然没有实力 但是精力却最华丽 第一个男朋友就是A级XXX 然后四个月来真的是做了很多次 但是最喜欢的是XX跟XX 从手指就创造了新技术 能吃着炸鸡说出这些的他也很厉害 既然这样就去派成人电台吧 想赚钱但是不喜欢粉丝 因为又臭又丑 因为歌曲的背景是用的Sini的照片 所以看到这首歌的人 都会觉得Tank抵死的就是Sini 对此Omega的所属公司 很快就发出声明表示 Sini跟Tank是韩国艺术高中的前后背关系 也是演艺圈的前后背关系 目前Sini正遭到Tank的恶意骚扰 以2020年12月7号 Tank给Sini跟他的高中同学 传送了自己遗数的内容 以及几分钟后自己会离开这个世界 桌子上放好了刀的内容 Sini因为知道Tank平时心里有点不安 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个信号 为了救一个生命 就打电话给了与Tank一起认识的姐姐 告诉他这个情况 那位姐姐马上打电话报警了 二 跟那位姐姐一起来到现场的Sini 担心Tank会再做愚蠢的选择 就努力的安慰他 说他是值得被爱的一个人 三 从这个事件后 Tank开始执着Sini 然后还发短信给Sini说 治疗自己的精神科医师对自己说 Sini对Tank来说就跟药一样 为了治好病 要拜托Sini 以后也要在身旁照顾自己 Tank也开始了单方面的求案 四 因为自己的感情没有被接受 Tank就发短信威胁Sini说 自己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全世界都会透过媒体记住Sini 结果从12月7号到现在的两个月期间 Sini因为极度的精神不安 痛苦 恐慌障碍 导致无法进行行程 虽然是学校前后被关系 但是判断无法继续联络下去 所以就开始没有接对方的联络 六 之后Tank就开始在自己的SNS YouTube 上传了扭曲事实的照片跟影片 公司会以散播虚假事实 威胁罪 侵害人权等 采取民行事上所有法律对应 并且声明以后绝不会有协议 原谅等会严厉对应此事 总结一下公司的声明就是 Sini跟Tank两个人之前本来就认识 因为Tank情绪不安 所以向Sini求救 而Sini为了救一个声明 就努力的安慰他 帮助他 结果他自己就产生了妄想 开始不停的求案 最后因为Sini太害怕 就没有接受Tank的联络 结果Tank就上传了第四个曲 现在因为那个妄想照片 以及经纪公司的快速回应 所以韩国网络几乎是 一面倒的相信Sini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好心帮助他却被扭曲成这样 妄想威胁真的是失去了人间案 Sini加油 好担心Sini被一个疯狗咬住了 保护Sini 去他IG看的话真的是有病的在执着 看起来是病了 希望能接受治疗 用想不开来威胁的人 就应该放着不管 唉 先不管他们两个人之间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个人是觉得 今天就算是真正的男女朋友 在分手后 男的做这样的敌死歌曲 Sini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